During the circuit t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lesson, Amil is able to do 60 push-ups in 3 minutes. 然后,how many push-ups can Amil do in 5 minutes? 假设他的那个 rate是一样的,所以我们知道呢,他的push-up这一边他是60, 然后他的time呢,是3分钟,然后他现在的是5分钟的时候, 然后他有X个,所以我交叉乘,所以我的X呢,会是等于60乘5除3,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,我就可以越减,然后他就会20乘5,然后他就会变成100, OK,so这一种题目呢,他有很多种做法,其中一种做法就是交叉乘, 交叉乘了两个号码连在一起的乘起来,然后跟我要找的号码连在一起的我去除, 然后他其实呢,他还有另一种方法呢,叫做Unitly,Unitly呢, 他就是规矩连法,规矩连法是怎样呢,就是说他60push-up in 3 minutes, 所以我1minutes的情况之下,我除3,然后他就可以20push-up, 所以我来这一边的时候,我除3,然后我5minutes的时候呢, 我就乘5,所以他就会变成100push-up,OK,所以这一个是另一种做法。